欧洲和尚团1979年成军 到现在30年了 仍旧历久不衰 曾创下短短6年间 缔造全球2000万张的惊人销售 在80黄金摇滚年代 成功以欧洲外来兵团 供获美国城墙 写下光辉的战机 1988年1990年 欧洲和尚团以首组 重金属摇滚乐团知识攻台 全台发场盛况空前的演出 当时的媒体都以极夸张的 自演形容 说是一场摇滚暴动 魁魏多年后重返台湾舞台 乐迷依旧热情 也只能惊叹欧洲合唱团 饱刀未老 TBS新闻综合报了